那为大家介绍 M7的增强版 海纳的工程师跟我们介绍这款增强版呢 它在几个方面做很大的一个改进 首先我们从外观上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能看到这款机器的是一款全黑的一个外壳 对 海纳的工程师跟我们介绍 到时候这款外壳呢会有一个全黑板 跟一个银边框 就是以前的那款外壳是一样的 同样我们能看到海南的一些标志 HiPAN 它们的一个M7的一个串码 据说跟保修是有关系的 然后我看到了跟以前机器不一样的地方 对 就是这两个按键 这两个按键据说是音量的增加跟减少的 就音量的调控键来的 可以在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声音太吵或太小 都可以调节 不用特殊游戏再来调节 外观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呢 就是在这个返回键 这个元件 它以前是一个方框的一个图标 它现在改成了一个返回主页的一个房子样的一个图标 对 从外观上面来看呢 这个变化不是特别大 主要是增加了一个音量调节功能 对 但是手感 好像比以前轻的很多 据说它们是采用了环保的材质 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台秤上面的这台 机器的重量是540克 我们先把它 这台机器放上去 对 470 轻轻轻轻 很多朋友 包括我自己本人 都使用过其实这款机器 玩久了以后呢 会觉得有点点累 对 相信这款470克能减轻的大概70克重量的机器 能让我们在玩起的时候 拿在手上你不会觉得太累 对 而且说据说为了响应世界环保 什么组织的响应耗杂 它们据说这款材质呢 去掉了一些重金属 所以说把重量减下来 这个东西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分析 也不知道是真实实讲 但是确实重量确实减轻了 这个边框确实还是金属的 这东西可以 你们如果买到手上可以去敲 可以试一试 我们先来试一下它这个 机器在那个 那两个音量调节的那个 那两个按键的 是否有效 我们首先进入一款 比较有代表性的 风格小鸟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先把它声音调小 确实是可以在游戏上面 很方便去调节游戏的声音大小 有两个音量调节吗 可以说是没有 还要的 然后是我的 然后这一下 子 这种品牌举小鸟们确实是不一样 随意的放张缩小 对 这些可以把声音随意的调节 你要觉得小鸟的叫声太吵 允许别人的反感 那我们可以把声音关掉 同时如果你觉得声音太少 不能跟别人一起分享这种快乐的话 你可以把声音调大 我们再来试试其他的游戏 他们一直在玩的像多士赛车5 我们可以看一看 载入速度还不错 据罕外公司说 他们采用的存储是一种高速的一种贴口法存储 听说能对系统提到一定帮助 特别是某些游戏的载入 系统的运行 对 这方面他们也做了一些改进 而且这台机器他们公司还提到一个重点改善的地方 就是WiFi信号上面 他们说他们加强了 对 向上能力可能能达到一堵墙 两堵墙 但是这个我现在因为条件所见 没办法具体去测试 我希望 确实 我觉得这个背景声音有点大了 可以把它关大缩小 还是蛮实用的 这两个文件 据说就是海大独有的自己去跟 去开发去研制的一个新功能 而且后面他们后续还说会增加 其他的功能 但具体的我现在也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 对 然后这个音量大小不单在游戏下面可以用 同样我们可以在那个 网页视频播放方面 来来来来来那个使用 因为很多人在看在线视频的时候 没办法去调节 相关的音量大小 对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没有 也没有 利益